宜蘭梅花湖旁这一栋建筑物 是艺人吴丹如在2010年买入 打造以女儿为名的餐厅小熊书房 学岁开通后 这间小熊书房也间接帮梅花湖 打响了知名度 根据了解新冠疫情时期 吴丹如本想结束营业 后来把经营权交给地席 也就是现在的店长 他自己退居幕后 只收少许租金 不传出地席因为身体因素 也要退休了 吴丹如脸书po文 经营快14年的小熊书房 在今年的7月31日 是最后的营业日 他说决定招租 不过也特别提醒 虽然风景区游客不少 但人力资源非常欠缺 个人创业不易 希望以连锁餐厅 或西市餐点 咖啡厅为主 至于小熊书房 还是会以线上 贩售的状况存在 目前的意大利面 预制菜 也已经有不少的回购顾客 前两三年是因为疫情 然后我们这边 电动的被禁止 所以那时候就比较萧条 那我们现在电动的 已经恢复了 所以游客渐渐的 已经在回笼了 不过就因为一间店 然后说整个美环湖 应该是不太会有影响 小熊书房占地200平 内部空间大约80平 疫情后 游客回来了 吴淡如说 这是他做过最难的生意 但这个梅花湖畔的小熊书房 是人生美好回忆 也希望有人 继续将这份美好 延续下去 TVBS新闻简大成 陈希俊宏 采访宜兰兰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带来自派车的新闻 我给你带来自派车的新闻 带来自派车的新闻